各位东网读者大家好 疫情令到大家注意健康 所以很多病友都纷纷去查询 看看平时煮什么漂亮的汤水 可以为自己提升免疫力 首先第一个和大家介绍 就是松草淮山原肉汤 材料包括松草花一两 淮山一两 原肉二十粒 杞子一汤匙 红棗六粒 鸡脚十只 另外瘦肉半斤 如果是素食的朋友 当然不要用鸡脚 而将瘦肉换成十五粒腰果 蜜棗三粒 生姜三片 其实做法很简单 首先将鸡脚和瘦肉飞水 除了鸡脚之外 全部材料冻水一起煮 水滚之后再加慢火 再煮大概十五分钟 然后再放鸡脚进去 然后大概煮一个半钟 加少许鹽调味 就可以趁热喝了 这个汤有什么功效呢 首先松草花是潤肺和补肝护肾 亦都可以提升抗氧化和抗衰老的能力 有消炎抗菌的功效 而且不寒不醋 还有淮山原肉 在外中医来说 还可以补充益气 至于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用鸡脚呢 因为鸡脚的胶质很好 可以滋阴 也同时我们喜欢以形补形 就是用鸡脚去自脚 就是补我们的脚 所以用鸡脚也可以提升免疫能力 还有抗衰老的效果 我会建议这个汤 一个星期煮两次三次都可以 但遇着感冒 或者孕婦 或者长期病患者 服用前先咨询注册中医 这个汤小朋友都合喝的 和相当可口 而第二个汤水 就是母胸基虫溶猴头菇汤 一样可以提升人体免疫系统 材料包括猴头菇四个 肌虫溶10个 母胸3个 苹果2个 蓝组3个 陈皮1个 1个有3个 花生1两 微豆1两 竹丝鸡1个 姜4片 方法也是很简单 如果吃肉的朋友 烏鸡就叫做飞一飞水 然后备用 陈皮要刮白萝囊 首先浸泡半个小时 把白萝囊挂去 苹果去皮去心为切粗件 然后将其他所有材料 一起冷水放下煲 水滚之后 再调小火煲2个小时 最后加少少可盐调味就可以了 如果是素食的朋友 我们都会照顾到的 我们就不要加竹丝鸡 可以用15粒的腰果去代替 或者可以用10粒的栗子都可以 这个汤有什么功效呢 除了可以 例如没有用 它可以提升免疫系统 可以通血 基虫用 也是一样可以提升免疫力 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至于陈皮 可以化气泥水 可以帮助消化去濕 花生是保神 微豆是健皮化濕 苹果是有助消化和生酸用肠的 而蓝组力都可以健皮保神 而乌鸡是黑色的 色黑入神 所以也有助我们肾脏的健康 这个汤水 我会建议一个星期 都可以喝两到三次的 小朋友都合喝的 至于有些大病 狗病 长期病患者 或者孕婦 我都会建议服用前 先咨询 理相熟的注册中医 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健康的讯息 下一集再见 多谢 拜拜